玉里国中男子篮球队代表花莲县出征JHBL全国甲组篮球联赛晋级八强 面对全国各国中篮球精英竞旅 玉里国中篮球队奋力挑战不放弃 拿下全国第六名创下花莲男篮队史上新纪录 玉里正和卓信乡的机关首长赞助厂商都特别到车站迎接英雄归来 盛战每一位球员解除表现 出征五年首度进入JHBL全国前八强的一旅国中篮球队 虽然在四强赛争夺战中止步拿下了全国第六名 然而球员们拼斗抢分的精神 不仅令全国篮坛刮目相看 玉里卓西各界更是感动万分 小朋友如果有需要的话我就会帮忙 希望他们越打越好 把成绩带来花莲玉里 这次表现怎么样 我觉得这次他的表现尚可 他们还有一年的时间还要继续努力 我希望他们明年的成绩能够更好 也祝他们明年能够更创飞夹击 玉里国中男子篮球队成员 绝大多数都是玉里正级卓西乡的子弟 这一次拿下全国第六名不仅是创下队史新纪录 更是创下了花莲南蓝历史的新高 学校师生以及地方各界特别到车站来迎接队员们的归来 现场气氛热烈 破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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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录 真的破了我们一体阵 尤其是我们比较乡下 实质上的一个鼓励的性质 我想这一方面有关于平日的一个经费的益助 或者是一个得到一个玉里成绩 给他们一个奖励的部分的话 我想我们会来积极来研究来办理 不仅玉里正地方各界在车站前 燃放鞭炮欢喜迎接 由于有将近七成的球员都是来自卓西乡 因此卓西乡地方机关首长 乡代表以及学生家长也都亲自到场 并以布农族式的关乎生来迎接这群小英雄 一礼国中有九位我们的 主乡的子弟是南旭队的 我们今天特别代表会都有来参与 还有一礼正的 来特别欢迎我们小朋友 来祝福他们胜利成功 谢谢 有没有什么祝福 恭喜他们真的很棒 为我们花莲县正光荣 以邱氏苑 苏祥瑞 林允祥 陈又欣 以及连结的先发阵容 多数为九年级的球员 个个在场上奋斗不屑 尤其林允祥更是拿下了这一届的超节网 表现的可圈可点 教练 谢谢他付出这么多 能教我们这么多东西 让我们能够打尽巴翔 未来的目标是什么 未来就高中继续打吧 希望也可以为高中创下好的成绩 后面的话可能就是因为我们 真的人手算不够 所以到后面体力都有所下降 但是也看不到他们很想要拼 听到他真的没提议了 对 那未来的方向就是 我们可能这12个球员里面 训练的内容或者是一些东西 都有所调整的 玉里国中校长于彩玲 除了肯定球员们及教练的努力与表现 更感谢这一路走来地方各界企业厂商 以及学生家长校友们的赞助支持 让孩子们能午后骨之忧的尽情发挥实力 那五年前我们开始加入了甲级的联赛 一直默默的潜在的一直学习 然后到今天终于呢发光发热了 然后也很谢谢所有人呢 还有所有的家长对孩子的支持 谢谢大家 那给他们小朋友的祝福是什么 希望因这次的经验 让他人生的路上走得更顺 知道坚持最后得到的结果绝对是甜美的 未来玉里国中也将会持续不断的 提供更多元化的学习环境 让南区的孩子勇敢走向自己的冠军之路 记者是玉兰玉里镇采访报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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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